吴隆豪博 今天是2020年9月21日 哎呀 惨呀 被拿掉了 就是很多人都说了 就是这个汇丰 除了这个古蟹之外 最近他似乎有传蟹的出现 什么叫传蟹 你存款下去都可能变蟹的哈 就是你打算答答实实存些钱在汇丰啦 wish我没什么的啊 就是好像得一万多元那样松一点啦 我还在欠人钱啊 真的买那些正常借贷来的而已 就不是借他 哇那如果呢 假如他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时候啊 就是我想金管局都会赔的 金管局有笔钱呢 是预了来赔的嘛 就是如果你不存款不见了的时候呢 根据这个存款保障计划条例草案 赔上的上限就是50万港元 那所以呢 如果啊 你的存款是少过50万港元的话呢 理论上金管局呢 啊 在汇丰有事的时候就会伸出去的合议之手 那就是 他是合议行合仗义的时候才会伸出那只手的 就是如果啊 他不想赔的时候可能推你下山的啊 那你要小心点啊 谁说一定有得赔啊 就是做人一向我都是预了蝎了先的 是啊 很多时候我摆得在里面的时候预了蝎了先的 尤其是摆在香港那些东西我预了没有的哦 就是咀一声如果没有了的时候啊 那 如果你有按揭都抵的哦 就是例如啊 你又给了100万首期啦 但是你欠银行700万的钱哦 哇 如果那间银行倒了一粒 你那700万 是不是不用还了 你又想 啊 啊 理论上呢 他就会将那些按揭各样啊 变卖给其他的公司跟着继续追债的啊 那当然就可能 买过可能7折啊 5折那样啦 那不过呢 就不要在这儿危言总听了 说回这个大笨象啊 不是印度那只啊 龙象共舞啊啊 这次的龙咬死的大笨象啊 那那看看大笨象什么事了啊 那这次呢 为什么汇丰叫大笨象 因为太庞大了这间这样的东西 那所以呢 经常说他的股价基本上升不起的 因为太大了 太笨重了 那结果跌了落地下的时候呢 曾经试过跌穿过三十几元 那就胡曼青在这儿落泪啦 就是汇丰的历史你要讲回九几年的时候呢 他是吃了一泡水的嘛 当时回归之前呢 哇 那些上海汇丰银行哦 银行大班哦 那所以全部人啊 差不多大陆那些水啊 全部都吐住了汇丰的 那所以汇丰呢 那个股价是这样升是这样升 你赚息都赚死他啦 本小就利大 跟何方回归的前后嘛 前后的那刹那 基本上呢 那你那个新加坡佬 那个教授真冤仓的 就很喜欢讲汇丰汇丰汇丰的啦 那但是今时今日他就不是icon啦 今时今日的icon人物是谁啊 是托文亮的嘛 他说服了人啊 听闻的而已 他说服了个人 那就买了一栋豪宅去买汇丰啊 哦哦哦哦哦 果然是好兄弟啊 合敢交杯啊 有匹牛肉好抵的 想要就打这个电话咯 我真是顶你个肺啊 汤文亮 你啊 叫做文亮而已 你的蜜蜜真是这么光亮的 哎 不过不要说他啦 说回汇丰什么事先 还有那个背后啊 有些什么 龙妖 因为美国都没出声 竟然呢 无端端 啊他被中国夹爆了啊 就是什么事呢 到底所谓何事呢 其实呢 这个黄东甩 啊 公益金那个啊 黄东姓啊 就是他已经算是 啊 啊 施展出这个巴结神功的啦 之前又凍结了星火的户口 还有很多的 那些 有诉求的人士的户口啊 都经常被这个汇丰凍结 喂 就算是筹钱打官司的哦 他都去凍结人的 啊 那这家的那个无耻程度啊 都已经是被他拿了张permit 走入去中国市场的啦 理论上 是不是先 毕小宝啊 大佬 这个龙象神功啊 第九重天的了哦 已经年度 但是有几单新闻 你要一起看的 那你才知道啊 到底汇丰发生了什么事 我猜的 没有实质证据的 哇大佬 我又不是FBI 又不是联邦物探 又不是国际刑警 更加不是汇丰肚里面的那条虫啊 就是因为汇丰本身已经是一条虫了 在他的肚里面 再成为一条虫的 不是虫中虫 渣打都有一点点事啊 哇 太恐怖了 如果你说汇丰 渣打 排面就好看而已哦 但是根据这个BBC的消息啊 有大概2500个机密档案解了密之后发现啊 汇丰 渣打 摩通等等 那些跨国银行哦 哇 他们帮什么人服务啊 还说自己打击洗黑钱那些东西哦 哇 他们服务那些毒贩啊 黑棒啊 恐怖组织啊 无怪乎啊 越有良心的那些户口就越容易被冻结啦 反而越黑心的那些户口呢 哇 就畅通无阻的 那但是连中国都夹他哦 我稍后才说中国发生什么事 那 现在说了这个国际方面的消息 那 那就 汇丰为什么洗濕了头做这些东西啊 那就不用说了 一定是啊 哎呀 不知道会不会是关于这个震华数据啦 一定是 除非不是啦 什么都好 我好怀疑啊 黄东胜这个人都不知道什么鬼来的 真是 他公益金那些会不会好像那些什么啊 萧芳芳那些那样啊 他没有骗你哦 不如叫萧臭臭啦 真是 哼 还是方言那方啊 萧芳芳 哇 有七成都是行政费来的 真是 真的还说做慈善啊 那不怪得他的 可能他听不到人说话而已 就是可能啦 被门骗了 是不是啊 哇 我想起他托手担那个样子啊 不是哦 那些是碰手担 和张建宗那些呢 欺命的样子 哇 那个样子实在是令我觉得非常噁心啊 惨啊 梅艳芳又有个方字 蕭芳芳又有个方字 此方不及彼方的真是 好啦 那讲回这个跨国犯罪集团啊 哼 金融啊 跨国犯罪金融集团啊 回风哟 Anyway 就是说来自88个国家哦 有超过400名记者啊 参与了这个国际调查联盟的洗钱调查专案 已经用了16个月的了 调查了超过2500份被洩露了出来的一个美国证款机密文件 浪费了怎么会那么容易洩漏出来啊 摆明是有目的的啦 但是有目的不重要哦 因为他真的做过嘛 那他揭露了包括摩根大通啦 汇丰控股等等 哇 很多间的跨国银行啊 是差不多20年的啦 是涉嫌违反国际反黑钱的共识哦 容许罪犯啊 被制裁国家机构转移资金啊 你说这件事 会不会同这个画位公主有关呢 那就不知道啦 就是突然之间那么多的missing file都填补了 哎呀 无关乎那么生气这个 生气这个汇丰啊 就是今天而已嘛 中国就将这个汇丰呢 他都是说或者而已 或者会摆在这个可靠的实体清单里面呢 他都是用或者两个字 我会说或者两个字 有什么考究的 那汇丰那些呢 不要只说他啦 包括摩根大通等等那些的啊 是多间的 不是一间啊 就是不要那么针对汇丰 包括俄罗斯那些权贵啊 那又成功避开了那些国际的制裁哦 哇 几叻仔啊 那还有啊 汇丰最近一件事就是呢 有人啊 华人啊 就在外国那里做了一个投资变局啊 就是那些马多夫那些是吧 就是唐氏编局啊 哇 那里很大笔钱啊 八千万美金啊 画转就转了 八千万啊 八千万美金就是多少啊 八百六十四的了哦 六亿多元啊 那那就大件事了 因为呢 负责调查那间公司啊 啊 可能被人加买下去的 就不知是不是因为都有个F字 所以他不小心呢 就将一间叫FatX的 啊都摆买下去 Anyway 那我们看一下这儿了哦 积密文件就说 美国财政部 属下的那个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 叫做FINCEN FINCEN 那他提交了一份叫做可疑活动报告 SAR Suspected Activity Report 这份报告呢就揭示了在2000年至到2017年间 哇 已经去到2017年 那但是呢181920 你说那里啊 那笔钱会不会更多点了 哎呀 轮落至此啊 那里总交易啊 哇 不得了啊 是超过二万亿美金的 二万亿啊 剩下是十六万亿啊 那些全部黑钱来的哦 那就是全部应该可以被冻结的哦 哇 就是少了一份那么大的收入啊 那份积密的文件呢 就美国媒体Busfeed那里 那就是拿到的 然后分发给400名记者 那当然讲为流传啦 然后有108间的新闻机构 参加的那个国际调查联盟洗钱调查专案 那个小组呢 都获得分发这份文件的 那就是说着那么多间那些国际银行呢 就容许那些毒贩啊 黑社会啊 恐怖分子啊 在全球那里洗黑钱哦 而汇丰啊 在1314年间呢 就容许一个叫做投资骗局的主佬啊 将8000万美金由美国那里呢 就转去香港 不过这件事呢 是旧民来的啊 1314年间啊 很多人以为最近发生 是1314年间啊 那如果只是说汇丰银行的话呢 他触犯了这个洗黑钱条例啊 给这个美国当局罚款多少钱啊 19亿美金啦 这个是之前的事 那但是你就见到啦 哎 这家都不知道那些监管怎么做的 应该冻结的就不冻结 不应该冻结 他就冻结了 好做不做啊 这家贸整饼 最惨就是呢 整完之后两家都得罪了啊 不过呢 他又似乎是想得罪全世界 多过想得罪中国的 那还有那些巴奇啊 因为他和普京就好朋友啊 那涉嫌帮他啊 还有一个富商应该是俄罗斯人啊 叫做阿卡迪露tenberg啊 避开这个国际制裁 将资金调去西方国家啊 部分的资金拿来买什么啊 哇 那么闲程日志啊 买艺术品啊 那还有渣打银行啊 十几年来 又帮那些阿拉伯银行转移资金啦 而那些资金呢 哼 可能入了哪个的袋啊 啊 你不知道的啊 可能是什么 苏来曼尼啊 或者是哈梅内伊啊 那些的啊 那不要说他们了 说回最近呢 就是为什么突然流出这个报告呢 那当然就是都叫给点压力他啦 那但是同时之间啊 哇 中国来的压力就更加大啊 那不知是否因为汇丰呢 就借了很多钱回大陆的 巨报呢 就好像有成万亿 啊 那我就没有查证过啊 万亿很多钱来的啊 那不出奇的啊 以前羊毛运动那时候 汇丰那些大班啊 都算是国家级的借贷的嘛 啊 收不回会怎么呢 那当然汇丰就要减低自己的risk啦 那所以啊 不排除他是想收回那些 啊 可不可以叫属金啊 什么都好啦 总之就收回那些贷款啦 那但是如果你想call loan啊 减低自己的portfolio那时候 你说会有什么后果啊 那当然是生猪的啦 喂 我打算借的啊 没想过还的啊 还息给你就算好啊 啊 理论上你应该借给我99年的嘛 99年成大错嘛 哎 但是啊 就不知道是不是汇丰都等钱花 啊 所以啊 上次连息都不派了 那结果呢 哦 哦 这件事爆啊 生猪啊 无论你怎样欠媒啊 除买条夫 除买条裙 就是黄东胜那些呢 已经参加了这个慰安部的了嘛 那都不行 就是都算是自己人啊 連蓬佩奥都骂你的了 甚至乎啊 他好像继续提供着服务的嘛 给那些SENSHIN 11的嘛 那都算中心紧紧啦 是不是啊 都没够啊 真的 我不知道他剪掉了没有啊 就是这些 他才知道的嘛 内部的那些东西 那所以啊 哇 似乎兇他了啊 今天 怎样兇他啊 他或者有可能啊 就加入了这个实体名单 那个实体名单是什么企业啊 就是那些什么 歧视中国的企业啊 就是不平等对待啊 那所以呢 挨猪啊 那些啊 就要懲罚了 但是他说的时候呢 是怎么说的 他说或者而已啊 或者就是 有可能 就有不可能啦 那所以呢 如果你懂得做的话 啊 就是 叫都不要叫得那么紧 各样吧 那理论上啊 就是你不挂我的那些坏东西 出来各样 那你就没事了 啊 可不可以这样推测呢 还是完全是胡说八道呢 哎呀 我都不清楚了 但是大有这个可能啊 那这个都是 環时讲的 啊 环球时报 应该都是扣个老虎放风啦 那其实都有一些 因为那个清单里面呢 是包括了这个 苹果和FatX的嘛 就是 除非他们都想着 设计设计设计得太快的 而已 陪峰就 如果苹果FatX都有事 未必关贷款事啦 但是跟你捉钱走就可能有关 就不知道是不是啊 喂 他们很惨的 因为呢 相传啊 这个实体名单呢 一旦你下去的时候啊 你就不能投资中国大陆的了 是不是很可惜呢 但是你另一方面看啦 切割有时都是好事来的 就是可能 没有那些呆坏仗呢 还有啊 你请人各样 你可能很多那些 勞工保险各样那些要赔的嘛 近邪啊 最近都说啦 要听党话跟党走的哦 你这些资本主义的子老虎机构 是不是真的抵得着社会主义的考验呢 这点他们要想清楚哦 更何况啊 这些这样的洋人企业 非我族类其心必移 一定是想着回大陆啊 我们的伟大光明正确的祖国那里啊 肯定是想颠覆国家啦 那所以啊 其实加他们入实体名单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等他们死了条心 快点扯啊 那再加上啦 匯豐一直都有牙齿印的啦 你竟然啊 害惨我们的华为公主 是不是先 哎呀 但是他其实都不是很想的 而已 他都要跟随那个条例 因为人装并获的啦嘛 人家叫到 难道不给什么那些资讯 那结果比又市不比又市 金木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市咯 那到最后都是那句啦 他市不市不关我事 啊 因为我基本上呢 是没有投资汇丰的股票的 但是依信言论呢 就不构成投资建议啊 投资涉及风险 可升可跌 还可以自爆的 好 今天讲到这里